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栋房子呢 电商会送很多升级 那么从智能家居到除电器柜 从灯光能源到地板楼梯 房子的建商呢 在许多地方上使用人工智能和智能化家居系统 家居里的大部分电器除电灯光门铃安保系统呢都可以 用Alexa语音控制 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内都嵌着音乐音箱 这能让我想起了比尔盖茨在西雅图的豪宅 音乐可随着它移动到不同的音箱播放 那在这里呢就可以做到了 这个厨房我们看一下它是以美观和实用为设计亮点 绿白色的实应石台面 咖啡混金色的厨房厨柜 相应成灰 建商厨房升级了刚才所说的智能系统 还有挡水墙设计以及智能感应水系统 那么炉头呢也是比较高端的 吉异品牌的48寸超现代的6加1炉头 什么是6加1呢 就是6个传统炉头加上一个可以煎美式pancake的 这个厨房呢也是相当的开阔明亮大且时尚 除电的部分呢使用了全套的GE Monogram的升级 用实应石来打造的厨房台面呢 非常的干净素雅 这边有一个收纳空间可以收纳干货食材 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看到这三个厅 横向连通一体非常的温馨和方便 这个玻璃的电子壁炉冬天呢也是非常实用的 可以有观赏效果还可以用来取暖 在厨房的后方呢还有这个边厅和院子 直接一整面的窗户相隔 这种连通呢非常的亮丽大气 好啦我们现在去后院看一下 随我来欣赏一下这看得见的浮华 首先呢后面有一个超级大的加州阳光房 可以与家人友人品名汇聚 让喧嚣与浮华归于平常 走过泳池呢就可以想象家人孩童在水中玩戏 稀耍 无边框的泳池设计超线内感 与周围环境的质朴纯粹呢恰当地融合了在了一块 新设计的烧烤炉和烧烤用石板桌 没有多余的装饰 亲切平和 偷看一下隔壁邻居 就是这种多重院落 绿地草坪 其无边界泳池的维和式建筑 让我们一起看一眼这个景观 阳光 花草 树林 果林 蓝天白云 这一秒呢可以忘掉名利与尊荣 享受奢华背后的淡泊与仙情 众夏夜的夜晚 邂逅知己好友 围着透明玻璃壁炉的篝火 放下世俗的话题 只有音乐 红酒 还有艺术 这可谓便是我梦想中的庭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中流淌着的是梦想 心中荡漾的是幸福 好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房间里继续参观吧 这个楼梯的设计感很好 这种庄重的典雅与现代感完美交融 在这边呢 有一个客用的套间 这个套间呢 有自己的客厅、浴室、厨房 还有洗衣房 那么卧室的另一侧呢 就是客厅、饭厅以及厨房 厨房这边呢 配有冰箱、微波炉、烤箱 还有洗手池 那这边呢 还有一套洗衣机和烘干机 并且拥有独立的浴室 卫生间 哇 这个房子一进门的院子 有没有非常非常阔气的感觉 有好漂亮的深景 是不是好 现在跟我一起去二楼看一下吧 二楼呢 首先是有一个小厅 嵌入式的配套的书柜和电视柜 那么穿过这个厅呢 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主卧内一整面墙都是窗子 所以呢 采光非常的好 主卧呢 还带有一个宽敞的阳台 在这里可以看夕阳 喝着红酒 好不惬意 从二楼的阳台 眺望一下远处的风景 主卧 再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设计非常实用的 一个超大的主卧衣帽间 走出来呢 这边紧挨着的是主卧的浴室 浴室呢 采取了极其的对称设计 那么浴室的左右 各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洗手池 配有樱桃木色的柜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二楼的另一侧的另外两个卧室 这两个卧室呢 哇 这栋房屋真的是好舒服啊 有没有 如果你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 记得联系我哦 我是Min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